Woo 我想了幾個推銷詞 第一個 這個 我要送給現場的所有伊人們 Woo 喜歡蹦蹦跳跳 然後聽到有一些我其實有時候覺得 自己已經不再青春美麗 所以就不太喜歡唱歌的時候 就會覺得有點失落的這些活潑的人們這樣子 然後也想把這首歌也要送給哀人 你們可以淡淡的看著我們 對 輕鬆愉快 然後在那個椅子上面輕輕扭動的樣子 其實也蠻美的 所以 很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這首歌 但我自己心裡面 其實李老師說要翻這首的時候 我心裡有一點開心 我從來沒有講過這個小故事對不對 因為張正月大哥哥呢 還有雅谷木大哥哥 他有一個最要好的朋友 其實也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他叫大寶島 然後他早期拍過我的很多音樂錄影帶 然後 他是最早陪我聽HIPHOP 然後討論東西岸文化差異 然後這個 我們常常一起坐在天台上聊天的人 然後大寶島其實在我30歲的時候去世了 後來我在台上每一次想到自己要做明星的時候 其實我都想到的是大寶島 因為他是當年 跟張正月兩個人 非常非常少數 所以開宗明義告訴我說 不要再打扮得像個小猴子小男生一樣了 叫我永遠不要放棄或是不要吝嗇 讓自己像個自己喜歡的美麗的女孩子一樣 雖然我後來還是兇巴巴的 然後其實變成了一個 對還是很愛穿西裝的老太婆這樣子 但是呢每一次提到張正月 我其實我不認識他喔 但是因為我們的這個朋友 然後也因為張正月曾經跟大寶島說的這句話 就是說你跟張璇講說 叫他不要再那個 傳亂七八糟破破爛爛的衣服啦 開開心心做個女生啊 這句話一直保佑我到現在 每當我其實覺得 別人是不是會因為我打扮漂亮 就不把我想做的事情 看得很重要或是很慎重 或是很有內涵的時候 這句話反而一直告訴我 我就是一個 願意讓自己越來越漂亮 但是我還是很認真做我的事情 而且我做的事情 其實是由我自己的講究的人 嗯 所以我反而要謝謝遙遠的張正月 在我的青春裡面留下的這一題 所以我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青春期的甜蜜 你愛我別走 想要告白就趕快喔 拿手機打一打 我到了這個時候還是一樣 夜裡的寂寞容易找人悲傷 我不敢想的太多 我不敢想的太多 因為我一個人 因為我一個人 你愛我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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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說你不愛我 不要聽見你真的說出口 再給我一點溫柔 你愛我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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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我別走 那給你愛我別走 我容易叫人悲伤 我不敢想的太多 因为我一个人 迎天而来的月光拉成声音 漫目目击着走在冷冷的街 我没有你的消息 因为我在想你 爱我别走 如果你说你不爱我 不要痛解你真的说出口 再给我一点温柔 爱我别走 如果你说你不爱我 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 再给我一点温柔 爱我别走 如果你说你不爱我 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 再给我一点温柔 你不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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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不爱我 你不爱我